呵 這麼多季節 讓他們初級人太多是嗎 沒事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我是幾號回來的 好像昨天吧 前天 前天 是啊 前天 前天回來 就演出完之後待了幾天 演出完了是因為有事 然後就有兩天吧 在那呆呆了兩天 對 我其實不太喜歡講 有六七年沒有接受過採訪 對 因為我覺得那個 說挺多的話不如去做 而且我也覺得 說話一點都不酷 刀刀什麼呀 因為在別人眼裡 你就是個明星嘛 對嗎 你還能說什麼 你要麼就是公益明星 你要麼就是一個歌星 總之你是個星 人家沒打算想瞭解你什麼 我其實 因為我特別羨慕做音樂的人 因為我覺得 就當 好像語言無法表達 或者說 不太善於表達的地方的時候 音樂一下就把 那些很朦朧的東西 不可言說的東西 就一下就釋放出來的感覺 嗯 嗯 做音樂的人 從某一個角度講是挺笨的人 嗯 怎麼說 笨呢 就是當不知道怎麼表達的時候 那就把文字 把言說變成 那種歌兒沒法受到誰 嗯 就是挺好的 我覺得 其實那天現場外 很觸動那天 我也一樣 因為三年前 第一場就是武漢 沒去掉 用另外的方式 還是站在了武漢 所以那天 那麼您所看到的這場 是我 三年之後 是非常感慨 重新站在那兒吧 終於輪到一個 可以我交流內心的時刻 三年前 演唱會的第一場首場 就是這裡 我今天站在這個舞台上 非常的感慨關切 我覺得武漢人 湖北人 是偉大的 三年前 航行團隊在武漢 57天 我經歷了我人生中 第一次罕見的謊報 就那一年 三十下午四點 手機響了 電話來了 是我們公益團隊的 一個醫生 打通以後 他非常局促地說了 出事了 我嚇一跳 我以為是 我們團隊有什麼人出了事 或者是我們這個 醫生的這個醫院 什麼事 他說 新冠來了 我說那我可以做點什麼嗎 他說我打電話 就想問你 咱們倉庫有物資嗎 我說咱們倉庫 有大量的物資 需要什麼你說 他說一些藥品 然後一些防護服 航行團隊是初一 凌晨 抵達的武漢 因為某些人說實力 舉報 團文基金會 所以 我們停了三天 沒有 繼續 向武漢輸送 國資 不要說當時的武漢 人穿不上防護服 我自己是套了三件衣衣的 我就沒穿過一次防護服 沒戴過一次很久的 我的頭上用了一個大瓶子 撿了一個 自己當防護面罩 我 那個時間 對我來說特別難忘 有一首歌一直陪伴過我 也因此我學會了這首歌 今天我必須要把這首歌 唱給大家 歌的名字叫 韓洋門花園 哼洋門花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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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梅花 夏天是柔花 冬天的梅花 夏天是柔花 我老的寒風景 我居家的滿氣家 一世年寶回家 我們是北上帝最出名的 林瑤音樂家 楓翔老師 一天哪一刻 到我那一天能回家 冬天的梅花 夏天是柔花 我老的寒風景 居家的滿氣家 冬天的梅花 夏天是柔花 冬天的梅花 夏天是柔花 想和 發生意 För変 明天啊 染得頂天 快把食物 闢圈 能不能停止乎 寬天上 永遠 我老的寒茲 乾ев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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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说那天在这个武汉 你说你感到震撼 谁不感到震撼 这我要是当时没扛住这人没了 你想让人实名举报你 是 不是 你知道我三天 那是多少人等着药呢 等着防护服呢 我不能给人送啊 我得停 我就没明白 不是他们干这缺德事干嘛呀 我这我真想不通 我到今儿我都想不通 人家说是为了蹭您流量 我说蹭您流量干嘛 蹭您流量是为了什么加大他的这个知名度 他要知名度干嘛 说人家好卖东西 我说那带货就完了呗 我 不姐 黑我 说我自己就弄了一个多亿 我 我上哪弄一个多亿去我 哎呗 哎呦 干嘛呀 要是我以前 早极了 我惯着吗 我 我真的是个怂人吗 什么我 真的我一句子扭都没有 人说什么好嘞 照办 您实名举报 我来迎战 在节目里从来没有正式说过这件事情 节目里啊 我从来没有 那些演唱会 因为是在武汉 我才第一次说 今儿是我第二次说这个事情 在节目里正儿八经的 网上这位网友先生太不应该了 他差点就把一个好人给葬送了 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忙呢 现在人谁敢谁敢管啊 没怎么着呢 您就猜人家了呀 也就我了 扛到现在 我们之所以敢叫韩红基金会用韩红的名字 就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监督 他是个双人舰嘛 死就死 死的不是别人 就是韩红 你敢出去耍 人家都可以 你不行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 我也孤独 不能出去 哎呀真是 那样的就是 可能所有人都想不到 要过这么一个理性谨慎的生活 很累 是啊 因为我又是个艺术行业的人 那个有些冲动啊 敏感 太正常了嘛 太自然 特别正常 但是我不行 特别累 好多年都已经 不出去玩了 也 因为我去玩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 嗯 生活中 我是个特别闷的人 比朴树强不了多少 做这个公益 他其实是被 一方被很多人监督 一方被很多人需要 那么多人 而且你去不同地方 眼睛看到那些不同人 对你的需要 这种巨压的被需要的感觉 说实话 这是一种自满 不客气地说 这也是一种虚弱 我看到那些可怜的人 我爱他们真的 就这样 你问过自己吗 就是你 你是那么多爱 你要给那么多人的爱 这哪来的呀 是天生的吗 是一种什么东西 来这么多爱 这个因为不是一个人 问过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 天生还是占一部分 当然我从小这个 失去这个父爱和母爱 也是一部分 我从小就是我奶奶 带大的 她在北京胡同里 卖冰棍 推车什么的 我奶奶 她是有精神内核的人 她非常的有骨气 非常刚 我觉得她是一个 这辈子让我 特别敬佩的人 我从成都到北京嘛 还是那段历史不想讲 就特别讨好的那种 让别人决定 我都可怜什么的 我一点都不可怜 对 我的命就该如此 但是有件事 我为什么要再说一遍 我必须说它是因为 我有今天能成今天这个样子 能做公益 绕不开它 对 它是一个起源 就是我到北京来 然后那个 我那时候还住在 前门大街 长江三角 22号 我奶奶带我在大尔大 买东西 然后过来要饭老头 我奶奶拉着我老头过来 就要饭嘛 就求求你给点饭 我看了一遍老头 我奶奶拉着我 我们就往前走了 走两步我奶奶说 说这个大红 你兜里是有两毛钱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这前两天五分五分的 你也没花攒着 我约本的你得有两毛钱 我说 然后我奶奶说 刚那要饭那老爷爷 为什么不给人家 我当时愣了 反正就自己斗争了两秒钟 我就把我奶奶手撒开 回头追那爷爷 追完了以后 我把那钱拿出来 说爷爷 这钱我刚才就应该给你 然后我爸一鞠躬 对不起你了 掉头往回跑 我看见我奶奶 就这一个镜头 我含红做公益到今天 就为这一大幕哥 二十年了 我做公益 爱谁谁 谁说 好 不好 把你说成英雄 把你说成三孙子 把你说成骗子 攻击你 诋毁你 那一刻 我一言不发 我不是个怂人 我就这个 我只因为这个 当我想发火的时候 我就闭上眼睛想了 那不远处 那个老太太 我什么都没说 我是条汉子 我现在在做一采访 人家问我原来听谁的歌 偶像是谁啊 我说 Money 你都会唱什么歌 要爱的明明白白 太逗了 我们真的是从年轻就是好哥们 现在跟我做公益好一年了 以前说我现在归我管 对 徐荣卿得到巨大的满足 是吧 巨大满足 是吧 这本子真是 怎么还 现在看来还是有人 捡到过我的东西 但那时候也是一个 不断地遇到各种挫败的那个年纪吗 对 因为参加大奖赛 从来都没没进过决赛 很多小孩都这么多挫败 他就放弃了 你好像还能有践往前 我确实从未想过 我不唱歌了 甚至是有老师劝 你干点别的 因为你看你那个小胖子 形象又不好 个儿矮 长得也不好 所以你们会刷掉我 那我就努力 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顾及不上看我的面容 就会被这歌声吸引 到那个时候 我相信我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做到了 对 但是唱歌也有不好的 就是 人家都知道你唱得好 谁也不去关心那歌是谁写的 其实那些都是我写的 包括好多人都不相信 满天红的作曲是我 四十五一票房 怎么也得有我点贡献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 开始有写歌的冲动是 一上学开始有吗 写歌那太简单了吧 上学就是写歌了 《雪鱼光芒》 这第一张专辑 都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时候 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的时候写的 写歌好像始终对我来说没有特别难 五年前我开始对肖斯塔科维奇 产生巨大的兴趣 从小没怎么接触过古典音乐 我们家穷人埋不起钢琴 为什么是从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契机 因为我觉得我和他有相似之处 我大学时候读过一本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 哇 太动人了 我也看过 那些自传吧 对 特别好看 然后他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之下 哇 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说你不觉得像我吗 所以这不是回到刚才了吗 我说我一直在装疯卖赏 但是在古典音乐领域里面 还是不敢造次的 古典音乐太深奥了 就我现在这个算是雏鸟一支 热爱古典 那就写呗 敢写 勇于写 我很喜欢你做那个程度的 太好了 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旅程 我觉得很喜欢 四重奏 如果你要听过我那四个乐章的东西 你应该有所感悟 今天是不是很顺利很愉快 什么感觉 对 所以我说就是找到一个对的 谢谢 找到一个对的 然后适合自己的当这一张 他特别懂我 所以他很快 这张什么时候开始发售 很快 希望能年底 好 是一张黑胶 期待 对 我今天也很兴奋 也很幸福 是因为今天是我的第一张钢琴专辑 结束了 全部录制完成 这样的话 在我的自己的作业里面 就有一张戏乐的管弦艳作品 然后一张电影的配乐作品 一部音乐剧的全剧作曲作品 然后一张钢琴的作品 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典音乐家 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现在就是自己可以任性了 我就把我后半辈子挣了的钱 都花在古典音乐上 我听着都开心 真好 我怎么不能让自己撒撒花呢 是 对吧 那一部管弦乐作品 写了三年零七个月 这个钢琴套曲又是一个三年 所以大家为什么看不见我 我都在看这个 我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挺满足的 行 这差不多了 好的 谢谢你 没关系 很开心 关键跟你一块听那么多音乐 对 因为上次我一次听到采访 你说你特别喜欢那个Sugarman 我特别喜欢那个金属片 是吗 我爱死那个 小唐人是吧 对啊 我很想去见见那个人 对吧 我非常欣赏他 特别欣赏他 而且他很高贵 是吧 很高贵 他后来他不是在南非成为一个Superstar吗 对对对 但其实他对他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影响 他始终在自己的一个节奏里面 对 他回到美国 他还是跟那个普通人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 我能不能占您的宝地说两句话 你快 实际说 随便说 就我特别感谢那个 好多非常优秀的这些记者也好 深度访谈节目的这些老师们 谢谢你们看得起老韩 然后如果我拒绝了您的访问 您别介意 我会把我自己埋得更深一点 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拿最好的作品来送给大家 可能不是歌声的 但一定会是我的管弦音乐作品 曲乐作品 古典音乐作品 因为我深深地看到并相信 古典音乐可以治愈人心 谢谢 谢谢徐老师 也谢谢十三腰的兄弟们 你们辛苦了 谢谢 谢谢啊